食锦蜂窝豆腐 这是福建省福州市的一道传统名菜 做这道菜的主料是豆腐200克 辅料有猪蹄筋50克 磨豆鱼瘦猪肉50克海参 火腿肉鸭针鸭杆猪肚150克 鸭心 鸡肉猪腰 海米 鸡蛋 水发香菇猪肥胶肉50克 调料有味精5克香菜叶 精盐1克 面粉5克 胡萝卜片 首先将猪腰切成3厘米长 2厘米宽的丁 然后分别将猪瘦肉切成丁 香菇切成丁 海参 猪心 猪肚 鸡肉 蹄筋 墨斗鱼 鸭针 等辅料 全都切成丁 全都切成丁 2厘米宝 4厘米宽 尽管 3厘米宽 4厘米宽 把豆腐放在碗中 拌成泥状 加入味精和蛋清 然后搅拌均匀 把豆腐泥装入抹过油的瓶盘子中 抹平 然后放入蒸笼中 上火蒸一分钟 取出 鸡蛋取出蛋清放入容器中 将蛋清打成泡沫状 然后放在蒸过的豆腐饼上 用胡萝卜 香菜 进行点缀 加入熟的虾米 做成蜂窝形 然后再放到蒸笼里 蒸几秒钟后取出 然后将十种辅料倒入开水中焯水 焯好以后捞起 锅内放入高汤 再放入焯好水的十种辅料 加精盐味精 调味 然后装在容器中 把蒸好的蜂窝豆腐 放在最上面 这道菜就做好了 做这道菜的关键是 食锦 一定要入味 汤的质量要好 它的特点是 行死蜂窝 鲜艳美观 味道鲜美 鲜艳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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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目 直入 眼影 这些